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编男王 欢迎来到民主政线 这一集我们那些大的战略的事情我们先放一放 我们来谈两个事情 一个事情就是中国再出手打击海外诈骗 传习近平既狠招不回国自首就拆房 那么这件事情 那么第二个事情呢 就是这个台独的这个急先锋 胜率的激进党的这个陈伯伟 他这两天可能要被罢免了 那么主要是什么事呢 肇事逃逸 肇事逃逸 那可见 这个台独在出了事情以后的那种慌乱 大家上最近我观察到一个现象 很多网友也跟老编通报了一些情况 就是这个 台湾这两天 赵少康也好 还有那些绿色的媒体也好 做节目啊 不太敢怼解放军 什么军机这些事情 确实是吓尿了 所以说作为诈骗 电信诈骗的始祖 台湾 这群人 关键时刻 那不就证明他妈的都是一个个跑了 脚底抹油 比他妈的兔子还快吗 首先 我们来谈谈这个电信诈骗这个事情 在谈之前 我想请问各位 你们每天能接到几个骚扰电话 老编 我每天能接到五到七个骚扰电话 那么可见 电信诈骗近期这段时间 到了一个非常猖狂的一个地步 就是说你 你这个这部手机 你从来都没有在 任何的网站上面注册过公开的这个信息 但是你这个手机就是他妈会被打爆掉 就这么简单 信息泄露特别严重 那么关于这个电信诈骗 相信这两年在中国非常严重 非常非常严重 我们来看一看 中国主席习近平在今年四月时 开始打击诈骗集团 强化举发诈骗案件的手段 为了追击藏匿在东南亚的中国诈骗党羽 中国开始破坏通缉犯住家 甚至是其亲戚的住宅 并宣称因为他们的房子 是用违法金钱建造 手段一出 通缉犯纷纷回国 今年至少就有超过五万人从国外回到中国大陆自首 那么关于这一点 这篇文章因为是法广的 所以关于这一点呢 老兵就认为这是扯鸡巴蛋 但是不排除一些地方政府 用这种方式 进行这样的行为 我个人也是拍手较好的 因为本来就是 你在外 咱们中国人都知道 中国人其实挺辛勤劳作的 这个辛勤劳作 用对地方 那当然是为自己开创一片天地 但用错地方 它和用对地方的本质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家里能能过上好日子 那在海外电信账片那么多钞票 不就是为了在老家能盖大楼吗 对吧 能买上高档汽车 能吃香的喝辣的 那当然这种做法 我也觉得也无可厚非吧 也是这个正儿八经的 那么最主要让他们回国 制守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各位 还是这个户籍注销 也就是除名了 就变成黑户了 变成黑户就意味着什么 比如说老兵 老兵要是被除名 要是被成黑户了 我就回不了中国了 到那个 你比如过边境的时候 你是有护照 输进电脑里面 没你这个人 那你是不是就意味着 这辈子你都回不了国了 你就被开除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了 那这个损失是很恐怖很大的 你想想看 盘踞在东南亚 起码有10至15万 将近20万电信诈骗的 你想想看 这么多人 你每天电话5个7个10个 当然有人打得过来的 那么我们都很清楚 光在缅北 这里就生活着10万诈骗犯 我们来看看 据新头壳 今天报道 习近平抓海外诈骗犯 出很糟 不回国就采访 超过5万人返国自首 该报道引出 中国公安审和陆媒表示 今年诈骗手法 都在网络上进行 集团会以交友软件 的社交平台来诈骑 专门找上对向往 恋爱的族群 利用他们的渴望爱情的心理 先假装交友 等对方上钩投资后 再架空 且越来越多人受骗 而这些诈骗集团多边在海外 包括柬埔寨 菲律宾 越南等地 最多集中在缅甸北部 且他们几乎是通过 非法路径手段 进入到当地的 习近平严厉谴责 这种诈骗手法 并下达加强取缔的命令 各地警察也开始行动 警告通缉犯 尽快返国 期限内尚未回国 除了冻结国内银行账户外 小孩也会被禁止 迁往都市的学校就读 更曾发布 尼注销户籍 劝反公告 该报道称 福建省莆田市 甚至破坏通缉犯住家 甚至是其亲戚的住宅 并宣称 因为他们的房子 是用违法金钱建造 心头壳说 中国强硬政策一出后 今年光是从缅甸北部返回的 诈骗通缉犯 就超过五万四千人 而据陆媒报道 其实有很多人 同时也是受害者 诈骗集团会以 一个月轻松赚进 一万元人民币 还包市包住招募人员 许多人到达当地后 才发现上当 但身份证已被集团没收 有人试图逃跑 还遭到殴打 那么大家很清楚 我们的福建省 莆田 安息 铁观音 什么的 这个地区 很多都是诈骗 那就是说 上次的这个 徐姓的 山东级的大学生 因为被咱们一些 不法的福建同胞 犯罪分子 诈骗 导致最后 心机梗死 年轻轻就死亡了 那么 我说过 福建 这个诈骗问题 也是受台湾的影响 有些什么表哥 亲戚 在台湾 带出来的 最主要就是 从台湾传播过来 把这里给带坏了 因为我说过 两岸没有统一 福建有很多地方 还是很贫穷的 真的 你想想看 一个沿海城市 很多地方 还是挺贫穷的 很多人不得不 背井离乡 远走他乡 偷渡 等等 到海外去 实际上 两岸要是同意的话 福建高速发展 根本就不需要去偷渡 不需要到海外去 根本就不需要 还持过去那种 旧有的 重难清零的那种 思想很严重 所以说各位 你看看 这个台湾 就是他们影响了 这些福建人 也变成这种 诈骗犯 那么当然 在缅北 诈骗头目 基本上也都是 一些这些军阀 这些军阀呢 也都是跟国民党 跟这个民进党 跟台湾当局有来往 那么在这里呢 又进行这个毒品的制造 有很多台湾籍的毒师 在这里造毒品 那么诈骗的 这些培训 公司 也都是台湾人开的 因为台湾人啊 这些人呢 本身他就是 民进党的分支机构 他们的目标 就是说 把大陆人的钱 骗光光 这个是他们的 既定目标 那么大家都知道 电信诈骗危害很大 之前一直存在 那么今年 为什么说 着重要打击 这个电信诈骗 以这样的方式打击 什么原因 因为啊 中国你想想看 90后啊 1.9亿90后 才1000万对结婚啊 才2000万人结婚啊 兄弟们 姐妹们 你想想看 这是什么概率 那么 社会啊 这个中国的这个人口 又在这个出生率 又不高 今年可能突破1000万人 那么国家很紧张 这个事情 各地政府啊 也是纷纷鼓励 恋爱结婚 先不说这个高房价 这件事情 就拿正常恋爱来讲 你在交友软件上 现在大家的圈子都很小 对吧 你上班 除了你那几个同事 两点一线 你不认识什么人 你没有什么 别的社会活动 对吧 那么你是要通过 这个网上的这些交友软件 来认识异性 来谈恋爱 找对象 但是 这些诈骗犯 恶心就恶心在 用爱来行骗 你用爱来行骗 骗些女孩子 搞杀猪盘 投资 骗个一万两万 两万三万的 或者说女性骗男性 男性骗女性 以一种完美人设来诈骗 那么大家呢 很多人呢 想找对象 这个出发点都是很单纯的 觉得各位 突然有一个人关心我 突然有一个人 跟我谈情说爱的 对吧 觉得 你不能 你不能用笨啊 蠢啊 警惕心来说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恋爱的时候 你的智商机会为零的 对不对 不管男的女的 你恋爱的时候 你投入在里面的时候 是不是对方说啥 你就是啥 对吧 好 那用这样的方式去诈骗 让中国的年轻的群体也好 啊 这个中年离婚了 啊 这个要搭半路夫妻的群体也好 对爱情啊 唯一的对爱情的向往 没有了 磨灭了 不相信爱情了 啊 变成低欲望社会了 懒得谈恋爱了 好了 那不像谈恋爱 对异性 失去了这种信任 当然会导致结婚率的低 生育率的低 那这个问题国家很重视 所以说用爱情骗的这些骗子 国家现在是重点打击 啊 因为大家你很清楚嘛 地方政府 地方公安局派出所啊 他很清楚 你的社区民警 你的人口办很清楚 你家里谁不在 长期不在的 跑哪去了 没有出租金记录啊 但是你家突然之间在盖大楼了啊 突然之间在买好车了 那你这是在干嘛 对吧 即使 对不对 我说过 中国人啊 是以血缘为这个基本的啊 关系的 为一个基础 那你出去干这么高风险的事情 不就是要让家人过得好一点吗 对不对 啊 那你家 那你长期不在 家里人又过得好了 那当然你这个钱是赃款 那必须要把你房子炸掉 是不是 拆掉 啊 给你家 给你家人压力 同样的 最主要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次要的 最主要的就是 你小孩不能上学 啊 有些人他跑了 就像我之前 以前上学的时候 我上初中的时候 我有个同学 他爸 欠一批货债啊 骗了很多钱 然后跑了 啊 就这种现象 其实你身边都会有一些吧 哎呦 某某某啊 他老爸 长期不回家的 都欠了很多钱 对吧 那么 啊 现在呢 也有啊 对吧 你老 你爸妈 长期不回来的 在海外搞电信诈骗 哦 直接上学 哦 那不好意思 你可能没学上了 对吧 那中国人 我们很清楚 啊 总是挣钱为了下一代 啊 为了传宗接代 为了下一代 对吧 就像福建林一样 这么想要生儿子 不就是一个传宗接代吗 那当然钱 要把儿子宝贝的 好的不得了 但那什么 你这个 对吧 儿子在海外搞电信诈骗 是不是啊 那 那还有儿子的儿子 在上学 那不好意思 政府要给你取缔掉了 你不能上学 你不能接受教育 这个政策 我觉得也是个好政策 是不是 你本来干的 就是缺德事嘛 是不是 那么还有最重要的 我说过 就是最重要 最严重的就是 户籍取消 就给你出名了 出名你这辈子 你的档案 在公安系统里面 已经消失了 也不留底的 就给你删掉了 你还怎么 你还怎么办 对吧 回国自首判个三五年 出来 对吧 还是一条好汉 是不是 那 直接被 那么如果说不回来 你被注销掉 你还能干嘛 你在那边 东东西藏一辈子吗 现在东南亚 疫情那么严重 很多 还有一个 他们驱动 他们回来的原因 就是东南亚 疫情太严重了 待不下去 像缅北这种地方 三不管地带 缅甸政府军 又没有控制权的 大陆又不管的 对吧 那这个地方 偷渡过去很容易 收看的都是云南卫视 中国的电视台 上网 这个一个街上 就相当于 中国的一个街一样的 你像那个 第四特区 对吧 不都是这样子的吗 所以说 在网上 骗了很多钱 我说过 你看一些毛片也是 上面跳出来 什么澳门 金沙 什么 正人 AV 女优 什么发牌 都是缅北的 缅北现在就是 正对中国大陆 利用这种 同文化 对吧 因为那边 像国管 这些控制区 以前都是南明 王朝 后裔 对不对 都会说 都会讲汉 汉话 利用这个来 对你进行诈骗 对不对 还有这个赌场 乱七八糟的 在那个地方 他妈逼 要打人杀人 随便便 又没法律 军阀做了算 法律就是军阀的一张嘴 所以这个地区 生活着 十几万诈骗犯 现在已经回来五万了 说明是有效果的 所以说他们 要靠恋爱 来搞诈骗 那他妈的 政府绝对是 王丽 王司的打击 对不对 你很多 你这个家里 就是在国内的 逃在了和尚 逃不了庙 这句谱话就这样 好吧 那么我也希望 呼吁 因为你们 你们在境外 也只能看我的节目 来了解 国内的这个局势 对吧 你们 还是回来吧 判个三五年 两三年 长一点的 你情节严重的七八年 是不是 你出来 还是能在国内 活着的 否则的话 你一辈子都回不了国 一辈子跟家人 传不了句 有意思吗 是不是 搞那么多钱干嘛 是不是 用干的去的事 剩二次可能没闭眼 好吧 那我在这里 也呼吁呼吁 真的 你用爱去行骗 那你就属于很垃圾 这种行为 真的是 非常垃圾 你这是会有报应的 懂吧 能有天道轮回的 因果报应的 懂吧 你做这种事情 你可能在你 下一代身上 就爆发在身上 可能你家里 谁就出门 可以给车撞死了 你知道吧 你在那边 是可以过日子 但其实你那日子 好受吗 东躲西藏的 那地方啥也没有 是不是 那么 我们就来来谈谈 这个叫什么 陈伯维了 这个陈伯维 这两天日子很难过 因为大家都知道 台湾深绿小党 台湾激进的立委 陈伯维 其罢免投票 删Q 将在10月23日进行 正在被罢免的陈伯维 近来可谓祸不单行 日前在立法院 执意用闽南语 质询反遭台湾国防部部长 邱国正 焦作人 也被爆料 10年前曾车祸 肇事后逃逸 经警方调阅监控录像 影像逮捕后 才事后进行道歉 而陈伯维也被公民监督 国会联盟认证为 林科兴 林提案 林通过的三菱立委 但即便如此 也有诸多与民进党 同进退的侧议 及政要 对陈伯维表态支持 国民党籍的台北市议员 参议员 专委员 于当年选 10月6日 于脸书 粉丝专业发文 表示台湾经济部 下辖的公营事业 台湾自来水公司 其新进入人员 考试期 定待与3Q活动 同一日的 10月23日 趁台水公司 故意出手 救陈伯维 那么 大家想想看 这个陈伯维 我们仔细来看看 他这个事情 确实比较扯淡 此外 最近最大声抗中 最会保财的 激进党立委 陈伯维被爆出 10年前 曾驾车撞伤 骑士后 造势逃逸 因此遭法院 判刑9个月 缓刑3年 陈伯维团队 在第一时间 发声明反驳 陈伯维于 事发当下 很惊慌 但在回家后 便自行 到警察局 投案 然而 事情却是 警方调阅监控器 查阅货后 陈伯维才 扶手认罪 之后 陈伯维也 亲自出名承认 并强调是 因疲劳驾驶 才不慎酿货 面对车祸逃 选择逃之夭夭的 台独汉将 在面对战争时 是否会有 抗中保台的勇气 只能留给 台湾选民评断 而绿营与台派 向来表现出 不畏一战的姿态 对大陆 冷嘲乐讽 挑衅刺探 并将所有 追求和平的声音 出示为舔共 的投降派 如此豪气 牵引的表现 也只能希望 他们在两岸 肇事之后 不会也忽然 感到很惊慌 很疲倦 而选择逃之夭夭 确实 你看这个陈伯维 你看这大陆 牛皮叫死 特别是他的小弟八九 就是射筹日记 只要有陈伯维 在那边留言 就一定会给他置顶 下面几千条 几千条赞 那陈伯维说 继续挺台 挺台 抗中 我在想 你妈个逼了一个 他妈的 把人家齐摩托轮 给撞了 都那么惊慌失措的 逃跑的这么一个鳖山 你们这群小蝌蚪 想跟着这样的 赖蛙 混 因为觉得他很牛逼 很酷 他当时开的车 撞了人之后 他根据 就这种状态 就这种状态 就这种憋 就这种憋在我面前 我一枪 震着他脑袋 一枪就蹦死他 你心不忍 如果老兵在台海 他妈比参加战斗的话 我看到陈伯维 我就拿枪顶着他脑袋 蹦死他 我就根本 我就眼睛都不会眨一下的 知道吧 这种胆子这么小 他都没有一点责任感 天天他妈这么牛逼的 他敢他妈的 解放军战机 这个隐形声 一轰鸣 他就吓尿了 所以说你们这些什么 这还是声率的 最具声率代表的 所以你平时那些 毙子 你他妈天天他妈的 是不是 你们这些诈骗犯 天天他妈牛逼啥呀 牛逼呀 我真的瞧不起你们 我看不起你们 你们不是带霸的 你们没有种 知道吧 这种事情 你们都能讨厌 是不是 那你妈比你 你的责任感 你的勇气 你的正义感 你他妈是个罪 这一犯 臭傻逼